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0年1月在岳阳县打工 家人特别想念 县家中奶奶病危 而马兵正在岳阳县 如见到素与我联系 这则电视广告是湖南省岳阳县电视台发出的 登广告的人叫马兵 是江苏新华人 他千里迢迢来到湖南岳阳 是为了寻找他的父亲马德才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这边打工 不知道 其实 这一次已经是马兵的父亲第二次离家出走了 第一次出走是因为父亲在外面有了别人 那时候是2006年 晚上半夜都有 也说有电话 他就出去接 马兵那时在南京上大学 每当放寒暑假的时候便回到新华的家中 关于母亲所讲的父亲的事情 马兵也有所发现 马德才不寻常的举动 母子俩并没有多想什么 毕竟那是他们家的顶梁柱 日子过得很快 在马兵上大三暑假回家的时候 发生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 车卖掉了 然后就说我跟他要钱 要生活费 这样子 我就觉得他必须要回来一趟解释这个事情 父亲被指家人把车卖掉了 和家里人连商量都没商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马兵不停地给父亲打电话 想让他回来说个明白 父亲的突然归来 不但没有给儿子马兵做出解释 还带着家里所有的积蓄 和跟亲戚邻居们借的钱离开了家 这一走便消失了一个多月 后来马兵才从父亲的朋友那里得知了他的下落 母亲一直觉得她过来一个女的小姐吧 回府南 到府南那边 说开中马车 儿子马兵也不相信 父亲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反复拨打父亲的电话 还有自己以前记下的那个神秘的号码 当他打电话我就想找我父亲 想找谁是谁 你次报出来 回来说他说你打错了 神机病你打错了 在后来多打几次以后 他就说你父亲回不去了 这样子 电话要么无法接通 要么就是一个陌生女人接的 马兵就改用发信息的方式 让父亲回复 他就说你发十条 他给你回一条 基本上就是我很忙啊 这样子的 后来就发个字 讲对不起我 这样子 他明确表示对不起我 对不起这个家庭 马兵这才确定 父亲的确做了对不起家人的事 眼睛都哭 哭得很肿 这样子 反正就跟上我那时候伤透心了 都是这样 伤透心了 他有什么办法 他没有有效的手段去让他回来 恨这个字 第一次深深地落在了马兵的心里 有一点恨 但是我也不是恨 所以我一边要顾及找工作 还有一方面还要牵涉到这个家庭这个处理 就是说有一些亲戚打电话过来 叫我怎么样怎么样 想办法 这样子 因为就是说我只有我发转意给他 得啊 他才回 后来 马德财唯一肯联系的人 便是他的儿子马兵 马兵的母亲和亲属们把马德财回家的希望 也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因为还是想让他回来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的话 毕竟牵涉到一个家庭 或者说 你人家一折 那么可以想办个家庭回头 为了让这个家庭完整 马兵不停地给父亲打电话 发短信 催促马德财回家 2007年春节前夕 马兵想了个办法 以在大学交的女朋友想见见家长为由 再一次给马德财发了短信 催促她回来过节 说哪怕一天都行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了 马德财回来了 但是这次回来和走的时候大不相同 走的时候他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回来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 因为家里已经说好了 他回来以后不能骂他 只能就是说给他嚼自己行 这样子 让他讲道理 这样说以后冲击 不能骂他 你骂他以后他更会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不要住 这样不下去 活不下去 马兵的外婆还拿出了平时省下的八百块钱 给马德财过节用 在家人的感化下 马德财渐进的张开了嘴 承认了错误 还写下了保证书 他后来也点了 我们要好好努力 在苦失眠 为我苦失眠 这样子 也保证 这样子 要说你们有什么消息 相信 你不能不相信 他人已经回来了 你不相信他 不明再给他指 2007年的春节 是马兵难以忘怀的 往年过节 他都有新衣服穿 可这一年没有 就连过年的年货 也都是轻轻地给的 春节过后 马德财和祭祀 去了苏州一起打工 准备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小车 那时候也蛮努力的 早上可能五点多 起床 骑着自行车 到十几公里 要骑二十分钟 到那边停车下 父亲回来之后的表现 让马兵和他的母亲都觉得 马德财可能真的是改过自新 想好好过日子了 可是好景不长 没到一个月 马德财再次离家出走 难道他又回湖南去找那个女人了吗 正当马兵和家人四下打听父亲消息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更让他们意料之外的事 江苏省新华市执政满桥的故乡 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 造船也相当发达 2007年年初 当地国税部门对一些中小型造船企业 增值税发票积差的时候 发现了问题 并反映给了当地的公安机关 不需要人敢买的事 各别敢买 那就不得了 而不是一家人一家 多家 打个比喻就是 你是一个裁缝 你就买了一批布 回来剪裁 变成成品的衣服 这是合理的 如果你买了一套西装 擦散了以后再重新加工缝制 那这个是肯定不合理的 新化石公安局 金针大队的民警 立即前往 涉及的企业 进行调查取证 从开票时 我们发现好多介绍信 然后我们把介绍信 全部提取可言 分离设计 自从发现马德财 经过走访调查 这个马德财 并不是开票企业 和收票企业的业务员 只是中间的介绍人 通过介绍信上附带的身份信息 警方很快就确定了 陶庄镇的这个马德财 也就是马兵的父亲 马德财总共介绍许配 是血管是不到七万五千 六万多五千 他只是好理这一只千五千 也不多 作为涉嫌 需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将马德财缉纳归案 可是当民警找到马德财家的时候 却发现 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马德财在最近他 为什么直接走到外面 你们知道不知道吗 他就是打工的在走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 任老师 本事 本事不是太大的 但是挺认认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发这种话 很吃惊 很吃惊 可以发表的是犯法 包括像金融说法 也看到很多 人想不到 他竟然走了这条路 其实马德财的家人 对于他的第二次出走 一直以为 是又去湖南找那个女人了 万万没有想到 马德财是因罪潜逃 说明他已经破棄了这个家庭 他不要这个家庭 他有没有这个民警 趁着我不走了 趁着我不走了 不走了 但是这个票的事情 反正了 他又 找我趁着的指挥 他又走了 公安民警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 也渐渐了解到了 关于马德财家 过去发生的一切 同时 也在网上 对他进行追讨 个人犯罪了嘛 不需要裹员 听说要抓他嘛 跑了 害怕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 能死了什么处理啊 他认为他应该是 要判死心的 要住老的 马德财被公安机关 通缉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马兵和母亲 不仅承受着村民的 另眼相看 还要为生计发愁 村民接下来 哦 这个后面悄悄的一吻 意思就是 哎呦 难怪怎么有钱 可能我第一次 平时第一次跟他接钱 第一次跟他接钱 心里很爽 虽然是清醒 但是心里很爽 为了让生活继续下去 马丁和母亲 来到了南京 马丁一边求职 面试 一边做着临时代课的工作 母亲 则在一家家政公司打工 对他那家 可能胃已经苦干了 已经信念 所以 我有一点恨 但不是很成分的那一种 就是毕竟 怎么讲呢 现实是这样的 你只能去接受它 去改变它 而不是说 埋怨 意味着埋怨 没用 所以很多道理就是说 为什么要上学 通过上学你知道 懂得一些道理知识 经过两年的努力 马丁终于在长洲 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母子俩虽然分出两地 但是逢年过节 回到鲜花老家的时候 还会谈到马德财 然后有时候就是 亲民的时候回去 问我有没有接到电话 来进来亲戚家 也谈谈谈谈 问我有没有消息 没有 真的没有 我老母亲就说 他根本是去临死 他没有死掉 如果他还不得死 他终于也继续回来了 独自在长洲打拼的马丁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他想忘却逃亡在外的父亲 可是他做不到 你打的电话他不接 他不接 但是偶尔会 偶尔可能就是 三三八夜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 他会回那么很短的一条 短信间 我确定他不会回来 但是我还是把我最近的情况 告诉他 虽然我不确定 他能不能看到 四年里没有父亲的家 让他饱受痛苦 一直跟他姐姐心里很酸 虽然是亲戚 但是心里很酸 七天中没有父亲的音讯 让他思念欲深 他这方式影响着我 不忽略一直到我现在 一则特别的寻亲广告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不管父亲是否能接到自己的信息 马兵都一直没有放弃 他始终在等着父亲 给自己打来电话 但是等来的很多电话 都是那种一拨通就挂掉的骚扰电话 一直没有从电话里听到马德财的声音 就在2011年春节前夕 马兵突然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他说还在那边 岳阳 还在岳阳 还没想清楚是岳阳市 还是岳阳县 我没称呼他 没称呼他 没称呼他 他叫我名字 我不称呼他 父子俩的谈话时间并不长 没多讲什么 父亲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家 我那时候真的心里已经很木了 没有感觉 就觉得对他的感谢非常非常大 因为这么多年来 对我来说 这个日子就是过得 好像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他只会给我带来班 这个电话之后 马德财的手机就停接了 儿子马兵也就失去了 唯一和父亲联系的方式 2011年春节期间 马兵的奶奶 也就是马德财的母亲去世了 警方认为 这个时候孝顺的马德财 应该回新华老家 可是警方并没有等到他 韩哥的名字 想要回来 所以是指示的 他这个家里的家床 要求等尸体八成 等他大儿子回来 那是张子 张子 张子不得家 不和小子 等了好长时间去 马德财的母亲直到临走 都没判回自己的儿子 一家人可以说是对马德财 完全失去了信心 2011年6月 公安部展开了亲网行动 目的就是要将那些 仍然在逃的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其实新华公安局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放弃抓捕马德财 但是工作一直没有进展 这一次他们调整了工作重点 抓捕归案 因为没什么更好的措施 因为它像蒸发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抓捕彈度很大 所以我们把工作重点转到归圈了 我们也从马德财使命最切勉的 开始阻止 警方在对马德财家属 耐心说服教育之后 得知了马德财半年前 和儿子马丁曾经联系过一次 于是警方找到了马丁 希望他能够配合警方 去挽救自己的父亲 公安机关的意思就是说 提供这么一个便利 包括现在以这么一个政策 你试的不一定成功 不去肯定不成功 对吧 不就是一种试试看的 这种态度吧 当时我就考虑了就是说 尽管路途比较远 需要划定成本 但是我们也非常 被这个马德财的儿子 他这个举动受感动 决定呢就是说 我们派车 派人 带上我们 出差所有的费用 陪他儿子 到洛阳 去巡逻他的父亲 尽管 不一定是他到我们所预想的 这个计划 但是只要一心希望 那我们也就不会放弃 经过十个小时的长途奔波 净化市公安局 经贞大队的两位民警 陪同着马丁 一起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县 走人怎么走 走人怎么走 走人怎么走的问题 所以说想不想你走 如果想你走 就看怎么走 我约定心上就是 想你怎么走 对 就是说 今天只知道 他就是说 在那个地方 那地方 那地方 岳阳县 实际上就是 那就是带回区的人 搜索在岳阳县呢 那怎么走 想什么东西 差不多晚上才到 初过晚饭已经天黑了 天黑了 大概却目了一下 附近的环境 电视台在那一个方向 第二天一大早 马丁便和民警一起 来到了岳阳广播电视台 去电视台登广告 选择起事的时候 临警官 跟他们那边 负责人在谈 谈谈我这个事 然后他们觉得蛮感动的 后来就是说 一会 给我一会就是 晚上放 县家中奶奶病危 而马兵正在岳阳县 如见到 素与我联系 离开电视台 马丁回到了宾馆 果然在电视上 看到了那则巡人广告 马丁一时没有等到父亲的电话进来 与此同时 和他一同前来的兴话警方 也在当地的公安人口信息中进行的寻找 但是也没有查到 在漫长的等待中 马兵最常想起的就是父亲对他的好 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的书包啊 包括用的一些文具啊 工具啊 学习的工具 都是应该讲是最好的 最新的 他是这种方式影响了我 包括一直到我现在 就是你必须 不管怎么样 你必须首先要是一个政治的人 如果你的本身这种心思 就不对的话 那么你肯定不行 电视广告播出之后 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 马丁又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新的生命 自己的资源 然后又要去 三个儿子 再用这个去 把他做的 油身啊 把他切成 有一个 请 我再去 白天台湾开车 在四个出口 东南西的四个出口 到箱下的出口 贴 电箱上的贴 大脚下贴 那个字幕很大 照片也很清楚 晚上在城去贴 房子城管不浪贴 白天就开着去贴 最大范围就能够 让马的才能够得到信息 就这样 马兵和民警 白天替寻人启示 晚上带着手机 在岳阳城里到处溜达 才希望能在某一个拐角的地方 和附近不弃而喻 真的有三天吗 没有 没有电话 然后警官吃饭的时候 警官又开玩笑 哎呦 有没有电话 这样子 真的没有 短暇都没有 也都没有 寻人广告在电视里播了七天 三百多张寻人启示 也在岳阳的大街小巷贴满了 警方和马兵都在等 等着马德才打来电话 但是一直没有等到 七天过去了 警方决定回到新化 继续等消息 但是就在警方 从岳阳回到新化之后的第二天 马兵给警方打电话说 马德才和他联系上了 你怎么没带东西的 嗯 也没什么东西 那你现在生活有名呢 生活有名 生活有名 那处理掉了 都处理掉了啊 都处理掉了啊 嗯 这外面生活吧 这外面生活吧 小巷的生活吧 可能很坚固 很远远嘛 对啊 现在往来又到家了 清理可能 需要这个吧 比较激动嘛 总理得说是不养性 对啊 在家清理好 在外面是动作市场的可能 那时候是不养性 不是恩贵的人 就是啊 心里全是有个孤单 这倒假了 心里也踏实了 我说妈妈已经不在了 死了 她已经研究下来了 这是她的意见 她丢死了 其他人 你看 把里面都是 除了分掉 嗯 嘛 那你根据你 你能保留 脊椰面 细练 细练 维命 维命 哦 建于马德财的四手 警方对他做出了 取保候审的处理决定 对于父亲的归来 其实马丁也想了很多 回来之后最起码 也要为你这几年 要付顶责任 这次为了这个 让他受到好一个制裁呢 还是说通过这次机会 将你家庭早点 这个扑进重远 是后面的 因为毕竟就是说 不过早回来 就算几次关起来以后 那么至少你看到他的人 对吧 至少以后放出来之后 还是会团 2011年十一放假的时候 马丁和母亲从外地赶了回来 三个人在老家的那个 四年多没人住过的房子里 团圆了 只要我衣服一门好了 一新领的 我可以穿的 带了一个皮带给他 父亲马德财回来后的表现 让马丁觉得 和以前真的不一样了 新家前辈 所以这段时间 他在家里也是表现得不错 帮人家 那个装潢啊 打打小杂工啊 这样子的 也是没能吃苦的啊 好像就是一个新的 又不值得 留下来的 叫你说爸 第二天帮我洗衣服 他以前坐过这样睡吗 没有 对我母亲说 洗着衣服放在那儿 我想第二天我来洗吧 但是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也洗好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想 他是真心 不会在这儿 而母亲回家的表现 也让马丁没有想到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只是一个 像做梦一样 这样子 真的很奇怪 当时心里害怕 心里没提 到底是 要做哪个事 当时不应该走 当时处也已经好了 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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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这个时间 也不应该 在马德采 投案自首的第二天 他得知 同村的一个人 也像自己一样 犯了罪 潜逃在外 于是 就找到了朋友的妻子 给他做工作 没过两天 那个朋友 也回了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了 同样 也得到了 取报候审的处理 在马德采取报候审一个月后 新华市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审判决 鉴于本案被告两 案发后主动投案 罗宿供诉 所犯罪行 且提出全部账款 当庭自愿认罪 本院 决定第七 重勤处罚 第七判处 就处刑三宁 缓刑三宁 并处罚金 人民币六万元 第七提出的 非法处得 欲语募收 很难 可以说一个 生活吧 一个 不讲圆满 至少就是说 这个 冲击 也有新的创新 十一过后 马德采已经在南京那边 联系好了工作 他准备和妻子一同打工 好好地 补偿一下他们娘娘 马德采回来了 被他劝说自首的人 也一块回来了 在很多这样的故事里 我们最终听到的结局都是 当这些人归案的时候 他们说自己心里 终于卸下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其实道理很简单 做错了事情 逃避 不是办法 你可能能逃避 一时的制裁 但是你逃避不了 良心的退屈 逃避不了 亲情的牵绊 更逃避不了 应有 可认的负担 感谢您关注本期 新闻科报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中处频道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同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